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改编自春上春树的小说 电影在车上影评 今天聊得关于说电影在车上 Dry my car 这部电影呢,算是最近日本 就是影坛里面一个很重量级的电影 近期终于也在台湾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是由实力派演员 西岛秀俊、三浦、透支 还有钢田匠生这几个人所主演 本片的导演呢,是冰口龙介 冰口龙介可以说是日本最新生代 最受注目的新导演之一 最近呢,因为这部片 它就横扫国际的各大影坛的奖项 那这部电影在讲述什么呢 就在讲说一个舞台剧的演员 嘉福优介 在意外丧妻的两年之后呢 到广岛出差 意外遇到一个就是很沉默寡言 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的冷漠的人 然后在这个车上 就是引起一些心灵的交汇跟对谈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到底哪里好看 更有什么看点呢 今天来好好聊聊 那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也要分享一间餐厅 是位于士林捷运站 叫做肉肉米的餐厅 这间位于士林捷运站2号出口 之前那边有一间成品 最近已经到了 变成像是什么英文教学中心 那在那个成品原址成品旁边呢 就开了一间新的 有点文青气息的 就是日式定食 叫做肉肉米 肉呢,就是鸡肉的肉米 就是米饭的米 这间主打就是贩卖 手做纯牛肉汉堡牌的 就是定食餐厅呢 到底有什么好吃之处呢 它之前刚开业不到几个月吧 我之前看每次经文 一样是排队 尤其这种文青店 就是爱排队 但它的客座数不多 就maybe不到十个吧 所以我每次经过都看到很多情侣 在外面就是在排队 那因为它的装潢是木质调 然后有一些工业风的装潢 那其实它的装潢就是一个长吧台 那另外一面就是 它的师傅在正在那备料啊 或者是煎台啊 煎牛排这样子 那你就觉得说 这个你远远看的时候 你会以为是那种寿司店 那其实它是卖手工汉堡牌的 那我就是终于有一天经过 下的磅礡大雨 前几天就是下的磅礡大雨 今天我刚好 诶好像可以 可以去吃吃看 因为刚好没有人排队 那我就吃就发现它的套餐 它已经有点餐机咯 但它的套餐非常的简单 就是氛围 基本豪华跟超豪华 那差异是什么呢 基本就是有两颗汉堡盘 豪华的是三颗 超豪华的是四颗 然后只要是升级到豪华以上 就会多一个韩式泡菜 那它的基本的套餐set 就是有什么脆瓜啦 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台式的泡菜 然后还有那个萝卜泥 还有一个汤品这样 那还有当然每个都会有热茶 但是只要是豪华以上 就会多个韩式泡菜 跟它的美多一个等级 就再多一块肉 那我觉得我自己去吃 因为我胃不是很大 就点了鸡 本来当然有一些美食人猜 那你就可以沾在那个汉堡排吃 我吃下来感觉是 它的汉堡排真的是非常的嫩 但它的口感就是 跟你想象有点不一样 它吃起来没有到重渐 我本来以为它是重渐 但是它是靠沾酱的 我本来以为它那个 本来腌子就是很咸 但不是哦 因为本来想象的日式的料理 感觉是重口味 但你实际去吃的时候 就是它的口味是要靠那个沾酱 或是配菜 去吃才会比较有味道 可能是我那天去吃我的感觉啦 但我那天去吃 刚好比较没什么人 所以那个服务就非常的周到 你只要一吃我 你眼神只要稍微往上飘 那个师傅就立刻说 有什么要加饭吗 就是他人家饭是可以免费加 菜也是可以免费加 你就去压力稍微 稍嫌大了一点 因为它就只有吧台的位置 它没有那种其他桌 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刚好人很少 所以你只要一抬头 那个师傅就会立刻跟你对眼 所以之后如果你去的时候 是要排队 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吃下来的感觉是 它基本的 就是两颗汉堡牌的套餐是 190块 豪华有3颗是250 然后超豪华有4颗是300 就看你的食量去做选择 我吃下来我个人啦 我个人就是觉得还OK 就是你去吃一个新鲜跟体验 因为我本身算是 士林夜市的地头蛇 但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类的餐厅会开在士林 那去吃完就觉得说 帮这个你知道 这个商圈多了一些风味 让周遭的一些学生 或请你或上班族 下班之后 有一些地方可以 就是去尝尝 闲日还不错 在此推荐给你叫做肉肉米 相关的资讯 我放到IG的 限动24小时 之后会放到实际的栏位 大家可以按图所据去持续看咯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改编自 村上春树的电影 在车上到底哪里的看点 好不好看呢 在车上这部电影呢 它之前首映之后 就获得很多国际媒体的胜赞 一举还获得 就是坎城影展的最佳剧本奖 那还有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 最佳影片 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得到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那你叫风向球 那它当然也是入围了 2022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跟最佳导演 还有最佳改编剧本 还有最佳国际影片 四项体名 超强 它可以是今年 就是日本电影的 你知道吗 算是黑马中的黑马 直接给它奔到奥斯卡去了 所以大家就很看好说 哇这是首次 日本首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说是会一举的拿下 那当然这部电影 就已经拿下了 就是金球奖 所以那算是风向球 大家就觉得说 很看好这部片 可能就一路的过关展 这样直拿奥斯卡 但因为的确奥斯卡会颁奖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 据官方的电影简介呢 它就是写说 一台承载妻子记忆的车 两个孤单的人相遇了 这部电影就在讲述说 舞台剧演员 还有他也是所谓的导演的身份 叫做家福玉介 那是由西岛秀俊所饰演的 在意外的丧妻两年之后呢 他就受邀到广岛去制作一档 就是新的舞台剧 然后他到那边去参加 一个艺术节的活动啦 就是要去甄选Audition 然后他去导这个喜 那因为他们那边去之前 可能有些前提是 这些被聘请过去的老师 或算是导演 就是之前可能有开车 不小心出车祸或什么之类 就是导致后续会很麻烦 所以他们就坚持说 一定要找一个汽车代驾 就是他要找一个驾驶 来帮他开车 就是让他上下班的时候 不用自己开车 这样如果真的遇到车祸 什么之类的 就不会有问题 就是反正是驾驶可以去处理 而这个男主角呢 本来是习惯自己开车 因为他这个车等于是真的 就是承载他跟他 之前老婆的一些故事 但内闻是什么 就先不报了 反正就是因为 他就本来习惯开车 但是后来就被指派了 说有个驾驶 是个女驾驶 一个23岁的年轻女驾驶 由三浦透支所饰演的 那他们两个就慢慢的 在这个安静的车程过程中 就慢慢的 两个孤单的灵魂 就在这边有了 他深入的交谈 反正就因为双方的故事 本来就是两个都很冷漠 都不想沟通跟聊天 慢慢就敞开心房 慢慢的收拾 到后续等于是 一个寂寞的灵魂 去抚慰了另一个寂寞的灵魂 就解开了双方的心结 然后也去解开 他心爱妻子 生前的一些秘密 这是这部电影 在讲说的故事 这部电影片长 几近三小时 我觉得两个小时 五十几分钟 当初媒体其实是有适应的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很忙 所以我没有去 那这个六十日间 就去看了这部电影 我跟你说 我本来有这部偏文青 偏奖项类 那种影展电影 爆满耶 我去那个威秀看 真的是爆满 我真的非常意外 而且大暴雨 但我不排除 就是台湾还是有非常多 很喜欢看影展电影的人 可是这部电影算是大片 以影展片来说 它算是大片 主流电影 那讲到这部电影 就不得不来介绍一下 这个导演 就是冰口龙界 现年43岁的冰口龙界呢 已经藉由之前很多部大片 就是偶然与想象 这部电影之前在文青界 就广为 大家在县东上面 不停地在take这部电影 说是看这部电影 有多好看多好看 那之前的 《欢乐时光》 《睡着也好醒来也罢》 获奖无数 在国际影坛 就是打开它的知名度 那最新立作 《在车上》 就是把它生长的这些主题啊 就是那种对白啊 或是这种 就是很缜密的剧情安排 跟那种场面调度 它也入围了奥斯卡 最爱的导演 然后就这些东西 全部综合在部 这部算是它的高光时刻 基本上就把它所能力 都展现到这部里面 加上这个本 真的是太好看了 然后被誉为是 日本世之遇和之后 最受国际注目的 当代日本导演 那讲到这部电影 台湾那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宣传点 就是说 这部电影 算是日本电影 但里面我跟你讲 台湾人看会很有感哦 因为里面有个 台湾女演员 叫做袁子云的女演员 现在是新生代女演员 那它算是里面一大亮点 因为它里面的台词 可是到底的台湾口味的国语哦 而且它直接是念国语台词 因为这部剧里面呢 他们就是有个舞台剧的设定 他们就找来韩国啊 什么中国啊 台湾啊 各方面的国家的人 去日本演一个舞台剧 说edition的时候 是全东亚 这样子 edition edition之外 他们就说 他们并没有办法统一语言 就是讲当地的母语 比方是台湾人 就讲国语 那是韩国人 就讲韩语 那你是 菲律宾人 就讲英文 他就是让你 讲当地的语言 然后来演一个舞台剧 虽然对话的时候 双方都听不懂 对方在讲什么 就是他当时 有日本的演员 在讲日语 那台湾人 就讲国语 这样子 那就变成 它对话的时候 变成是很有趣 双方都不知道 对方在讲什么 但是你要在同一个戏里面 你先跟他给我连贯 甚至还有一位 是单纯是首语 他完全不会讲话 就是单纯用首语 来表现这一个 他的情绪 跟他的演技的推战 那除了这个 就是用首语表现的 女演员之外 我觉得 西岛秀俊 就是男主角 也算是被誉为说 他是演技生涯里面 最巅峰的时刻 但也因为这部片 他获得了许多 男主角的奖项 那我觉得他在这部片里面 真的是很难演 因为他那个很内 很深沉 但情绪不能太爆 因为他本身在里面 有演一个导演 然后又是演员 这点是他里面的角色 要不停地转换 他里面的角色 舞台剧的角色 跟他在故事里面的角色 是已经有牵动了 然后又加上 他在里面的情绪 是很压抑的 他知道了一些 很可怕的尊相 但是又因为爱他的妻子 他不能够 告诉他妻子 他真实的想法 然后又加上 他又得 面对一些情敌的 你知道在工作上会遇到 那他怎么去应对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的层次 非常的难演 那但是我觉得 他驾驭得非常好 非常的迷人的角色 而讲到这部电影 就不得不说 他的剧本来源 这部剧本是改编自 村上村属 2014年的短片小说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中的一个短片 叫做Drive my car 就是跟电影同名 还有他其实还有另外两篇 也是汇进去这部电影里面 虽然这部电影主著 叫做Drive my car 但其实里面抽了 还有另外两篇 叫做雪哈 拉沙德 还有木野 三篇文章 去把它凑成一篇 叫做新的电影的结构 然后当然里面就截取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的故事核心 就是讲说 讲述男性 当他们人生 失去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生角色的时候 他会遇到 怎样的冲击 跟如何自己 跟自己和解的生命课题 而里面的那个短片 Drive my car 是在讲说男主角 遇到一个沉默寡言的 女司机之后 两个人就慢慢变熟 然后在谈及说 他的妻子生前 跟其他男人 偷情的一些小故事 那雪哈拉沙德 这个短片呢 是在描述说 男主角 就是跟一名称作 雪哈拉沙德的女生 发生关系之后呢 听那个女生 讲的一篇故事 那第三个短片目 也就在讲述说 男主角就是 因为一些 就在形成变动就对 他就突然得 临时回家去 临时回家去之后 开门就发现说 壮件他妻子 在跟情夫偷情 然后他就独自 把门门关上 就是踏上了 疗伤的旅程 那以上三个故事 他就全部把它 融在一起 变成这部电影的 核心编剧的主轴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 就是它的层次 跟人味很重 很多电影 可能它剧本很厉害 但是你就觉得 演起来就是少了点人味 但这部电影 每个角色的立体度 非常足够 然后每个角色的个性 它也都撰写得 非常鲜明 还有一点加分是 我觉得日本电影 有时候就会拿 或许日剧也是 有时候太过说教 他们就很喜欢说教 但这部电影 它的说教的意味 没有那么浓厚 它把它埋藏到 那个情绪里面 到那故事的推展里面 让你自己去意味 让你自己去做评断 它不告诉你 那个它说教的 目的跟主轴是什么 那它就是演出来给你看 让你去自己去找到一个切脚 给你找到一个观点 去让你自己去反思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 之所以大家还吃得下去的原因 因为有些日剧 就是真的吃下去 你觉得好说教 或是他们演技太浮夸 就是你看惯的韩剧 或是台剧 或是欧美剧 你有时候看日剧 你觉得他们的演技 有点太浮夸 或是太说教意味 但这部就是可能是 村上村树的那个本太好了 所以你就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没有那么说教 你就觉得特别的好看 而且看起来就是这种小故事 但是非常的感人 那里面有两个台词 我觉得蛮感动我的 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幕是在车上的时候 然后他跟就是算是情敌 那个男生 两个人坐在车上 就亦敌亦友这样子 然后在车上里面互相和解 那男生就跟男主角讲了一段话 他讲说 再怎么深爱一个人 都不可能完全窥探对方的内心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 因为那一段我觉得是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时刻 就是那两个男生在车上 互相地揭露自我 互相地去坦承 面对自己的一些阴暗 或是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那一段觉得也很好 而且里面的台词每一句都是 直达你心 那另一个高光时刻 就是在最后的最后 那个舞台剧 就他们里面的故事 总是他们在排练舞台剧 那舞台剧里面有一句话 也说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带着笑容 回顾现在的不幸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我觉得这句话 也是非常的感人 在这个电影最后 画下一个完美的ending 那讲到里面的那个舞台剧呢 不得不说 你看里面的那个读本的流程 我看那个其他新闻 就是有稍微撰写到 冰口龙剑呢 他是把他自己在倒戏的时候的那个 真的是真实样貌 放到这个电影里面 因为他在倒戏的时候 就喜欢叫他的演员这样子读本 怎样读本呢 他不希望你有情绪的读本 他希望就是老老实实地 念那个台词就好 不要有情绪 他不希望你做出任何的情绪 或表情的反应 当你在念台词读本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你到最后 正式开拍的时候 再去把你的情绪拿出来爆发 他希望你在读本的时候 就是老老实实地去感受那个文字 去咀嚼那个文字就好了 你不要给我反应 我不希望你在读本的时候 读本就是大家都坐在个 摸字形的那个会议桌 然后就是演员 大家就轮流坐在一起 然后只要念完自己的台词 就敲一下桌子 然后就换下一个演员念 他希望你就是 老老实实地去念那个台词 去读那个台词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把那个台词 转化成自己的情绪 他希望到正式拍摄的时候 你那个爆发力 才会是更有化学反应的 那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没有在演戏的人 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也是冰口龙 以及他自己在导戏的时候 真实的 就是带领演员读本的 一个运作过程 那把它放到电影之中 我觉得这也是个看点 那那里面当然还有 他就是置录了一个 就是舞台剧 叫做凡尼亚舅舅的一个故事 然后凡尼亚舅舅 其实算是一个经典的 俄罗斯作家 安东切科夫的同名小说 改编而成的 那这部就是舞台剧 它也被置录到这个电影里面 跟这个故事其实有蛮大的连结的 那里面也这个男主角 讲了一句话说 切科夫的句子是危险的 来就是串接那个男主角的心情 跟他所遭遇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看点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关于说 在车上的影评 我相信这个有很多很资深的影评人 一定会写到更精彩里面的那个意涵 那我就是很表层的 看完之后很直白收集一些小资料 跟大家分享 不希望把它讲得太过尖森 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如果你是本身喜欢看文艺片 或剧情片的话 那影展电影的话 这个是蛮推荐的一部电影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那真心也推荐给你 好啦 那对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那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最后关于说 如果有任何的厂商合作的邀约 不管是片商啊餐厅啊 或是你有任何的议题 都可以写信到我的信箱 或是叫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给我一点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